嗨,大家好,我叫陳婉瑜,然後我是生在中國吉林長春。 我的母語是中文,但是也可以說是普通話。 不過在我的老家,應該是東北,中國的東北, 我們大家說東北話,東北話其實只是,我覺得就是口音有一點不一樣吧, 然後被大家會認為有一些吐或者是很搞笑, 但是對我來說,它就是有我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雖然說我現在東北話應該講的不是很純正, 因為12歲搬到北京之後,口音慢慢的變得有點北京味。 像我現在說是北京味,而不是北京味,我也不知道。 然後,家對我來說,意義現在會變得比較模糊吧, 因為自從12歲搬到了北京之後,對於家的概念就不是很清楚, 因為最開始也不是很喜歡北京的這個城市。 所有從小到大的朋友,或者我所熟悉的文化、生活方式, 完全在離開長春的那一刻就斷了。 所以對我來說,我一直都會覺得東北是我的家。 但是如果要是嚴格意義上來的講,它應該會是家鄉, 如果你一定要用一個詞的話,但是對於我來說那是我的家, 就它只是我的家,但並不代表那個說我每天都會回去的家。 因為我覺得家是有一定的情感上的依賴在裡面。 大概就是這樣吧。 然後,現在的話,自從離開了北京,來到了紐約,在這上學, 也很喜歡待在紐約。 我覺得如果說你要讓我現在選一個地方會去住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不會是北京而是紐約。 但我也不覺得紐約它是我的家,我也不覺得北京是我的家。 我還是覺得長春是我的家。 但特別說實話有一點傷心的是, 我的現在的生活方式跟我自己心裡所想的那個家已經不是很合得上了。 所以也可以說那個家我回不去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它是我的家。 而紐約會是一個我可以想要住的家。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剛剛說了,我老家在東北,大家說的是東北話。 其實只是普通話。 但是有些個別的詞可能會不一樣。 比如說,我曾經在網上看到過一個, 或者我覺得東北人應該會懂得比較搞笑的地方。 它是,如果要是正常的普通話來說是, 我的膝蓋磕破了。 然後,但如果要是東北話,或者說最土的那種。 大家會說,我的膝蓋磕卡吐了皮了。 這種,或者東北話就是會很強調一些, 有一些音很重,或者是尾音拖的稍微長一些。 如果,比如說,普通話會是幹什麼呢? 就是你正在做什麼。 但是東北話就幹什麼呢? 這種。 北京話呢,就是比較明顯的特點。 就是在所有的尾音,它會有一個很重的R話音。 然後會加一個R,比如說,花。 如果是特別標準的普通話,就是花。 但是北京就是花。 這是我剛開始到北京,感覺,北京的人說話都是, AO位,您別跟這兒。 然後都是這種。 然後東北人就會說,你別在那兒。 所以,其實我發現有些人會覺得聽不懂。 但是,現在的話,東北,大家其實也都說普通話, 只是會有一些比較重的口音。 但是,其實個人來講還是,寧願大家還是保持那種, 會所謂的很土的東北口音。 但是對我來說,是有一個家的概念在裡面的。 然後就這樣,打造。 嗯。